大家不斷的做一些 呃 腦筋上的衝擊 各位先生 有沒有感覺到早上的課 腦袋有一點點髒髒的 好像跟以前 很多東西都不太一樣 跟上課的模式 也不太一樣 跟我們普通在上課不太一樣 反正不一樣 會我們今天叫幹部培訓班 所以我們要激發的 其實是要讓我們各位先生的 腦袋裡面的一些思維 可以活絡起來 活絡起來 轉動起來 我們的道路才會更有前進更有希望 那今天呢 剩下一些些時間 那我們呢 請我們的三個 因為我們三個單位 在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天 我們的任何 愛想跟疫情 我們呢 有一群非常用心的年輕人 我們的學界齁 然後呢 針對我們的道場的二代 去上了一整年的課 然後上一整年的課之後呢 他們又去 呃 去製作出了一本 叫成全包的 手冊 那這個成全包的手冊 要做什麼呢 來後學跟各位請點 分享一下喔 後學拿這一本呢 是 發衣充德版本的成全包 那 很多人 後學當初 跟美心底蘭的時候 一拿錯的時候 他就 第一個感覺就是 你好像在做保險 有多樣 阿拉拉拉拉 不錯 好 就是開始要跟人家介紹對不對 沒有錯 或許要跟各位先人分享 這個就是保險 那 只是這個保險 不是金錢商的保險 是怎樣 我們以後要回幾天 要回貼的保險 嗯 這一本東西呢 你在跟 跟那個錢嫌 去法親的時候 去加法的時候 會不會總有一種感覺就是 講到一半 突然覺得說 阿家我有一張相片喔 顯化的照片 賣錢來拿 會告訴我的 我老人家有顯化的照片 我可以把考慮還更 他很多人的看見 會不會有訪親的前面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會啦 或者是說你在訪問說 哎呀 我們家裡有兩個 有五三五年輕人 有獨進班 獨進班有好好玩 結果 沒有 人家說有土有真相 結果你都拿到出東西來 請問對方會不會感受得到 其實還是會 接受度會少一點點 但是如果我們有這本成全包之後呢 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可以針對 我們要去訪清那個人的程度 他的狀況 然後去做一些佐證 讓他可以介紹 那這一本成全包非常的好 從得 後久以前講從得 從得的成全包 他從 你要度他來求到 那你就反拍 第二頁跟第一頁呢 他就在講 好了嗎 舖證機 你都在看 你都在看 我真的被他 真的 你都在看 你都在看 你怎麼可能 感谢观看